台中有一间凯翔旅行社 疑似因为财务状况不佳取消了出团 目前至少有三团申诉 购买行程付了定金却没有办法出团 也没有办法退费 出国的旅行可以说是直接泡汤 台中市消保官建议 民众无论是刷卡或是付现金 都还有机会把钱拿回来 可以先向发卡银行申请争议款 或者是向平保协会申诉 台中凯翔旅行社的脸书粉丝团名称 特别著名坚持给你最顶级的服务 但现在有民众购买行程付了定金 却无法出团 甚至有一团付了将近两百万 也还没有拿回一毛钱 来到旅行社位在台中南屯的办公室 灯还亮着 但是无人一门 台中市府官网显示 凯翔旅行社是甲种旅行社 也是平保协会的会员 已经遭到交通部观光署 勒令停业三个月 小保官表示 最近秋冬旅展陆续登场 民众如果要购买行程前 记得睁大眼睛 签订定定型化契约 确认出团日期 遇到纠纷要求偿才会有依据 如果碰上没有办法出团的行程 采用现金付款 可以向平保协会申诉 透过旅游责任险 把钱拿回来 刷卡的话 也有方法 有民众是还没有出国 就遇上旅行社不出团 也有民众日前参加 其他旅行社的克罗埃西亚团 出国却被丢包 观光署已经介入调查 将是违规情形采处 依据发展观光条例 丢包旅客最高可以处罚 一百万元罚还 游客出发前 如果有和旅行社 签下旅游定型化契约 在国外却发生类似的状况 都可以保存单据后回台求偿 记者朱凤之中健康 综合报道 请ры订阅 转发 打uknek辉络estra